7月4日,总部位于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的养住企业正邦科技发布,关于2018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新政的公告,称,预计今年上半年将亏损利养住业的艰难时刻,公司解释限于亏损的原因有两个。 7月4日,正邦科技的市值跌了5。林尹孙,2016年行业景气的时候,7月4日,公司还发布了另外一个公告称,虽然处于行业极度比例的时候,公司仍在大刀破斧的扩张,以抢战市场。 正邦科技没有披露生猪的代价,但我们可以从行业龙头温市股份公布的数据,看一下猪价的走势。 温市公布的肉猪销售均价显示,今年4月份跌到10元每公斤,而2016年5月的时候,曾高达21元每公斤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GNU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